花蓮佳福中心从9月8号开始为期两周 在松原别馆举办只干丹宁的姿态布艺展 这次总共集结七位的布艺师共同创作 以各种形式展出多样动植物以及平布画作 而市长魏嘉贤也欢迎民众一同前往观看布艺师的精心巧手 并用行动支持佳福中心 花蓮佳福中心从9月8号开始为期两周 在松原别馆举办只干丹宁的姿态布艺展 这次总共集结七位布艺师的共同创作 以各种形式展出多样动植物及平布画作 而佳福中心社工督导陈树青及华联县记者协会理事长梁国荣 在日前也特别前往拜访华联市长魏嘉贤 希望能透过市长的号召力来推广佳福布艺师的努力 也让更多人一起来支持及关心佳福中心 透过109年的展览给我们很多的新的启发是 我们可以把这些装置艺术或是丹宁的创作更融入生活 所以其实在这两年我们不断的学习累积 然后终于在今年我们准备好了 就是在9月8号的展览 我们做了一个质感的丹宁展 那希望透过这丹宁展让大家看到 我们如何把这个丹宁的艺术 更跟你的生活做很平易近人的结合 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跟体验丹宁的美好 那现场会有很多的一些植栽 那也会有很多的装置艺术 那更很多的生活小品 我希望说我们花莲的相亲可以一起来进入我们的展场 在前几年也在花莲市公所 浩客会馆来做相关的策展 那策展之后也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回响 那我们也有点藏了金鱼的部分放在我们儿童图书馆 那也让很多的小朋友非常的惊喜 也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次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去鉴赏 那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把它点藏起来 支持家福中心的家福小铺 还有我们这些伙伴们 而这项展期从即日起直到9月22号 市长威嘉贤也邀请市民朋友可以到场 一同见证与分享幸福小铺的手作温度与感动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道